踏入2019年看来外围会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或者继续会有一些保护主义的抬头 所以我都可以在这里说 特区政府是会高度去关注 保持我们的警觉性严阵以待 目的是为与企业同舟共济 与市民会风雨同路 如果需要采取适时的应变措施 我们也会非常紧张 非常乐意地去做这些工作 今年起码有三件国家的大使 我们香港都会争取积极参与 一个是在四月举行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论坛 第二件国家大使当然是在十一月 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国兰会 第三件当然是因为今年建国七十周年 所谓一连串在香港会进行庆祝的活动 如果在内地有大型的庆祝国庆的活动 相信中央也很愿意给香港来参与 此外在2019年会继续按照我2018年的施政报告 提出的二百多项的措施来逐一落实 但是最重要当然是和土地房屋相关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